各位朋友好 在昨天一平快平的第六期里面 我提到了香港有一个警察的组织 叫做香港警察援左级协会 那么这个协会呢 在昨天或者香港时间的前天 发表了一个公开的声明 在这份声明当中 他们说反送中运动继续发展下去 会导致暴力的失控 如果暴力失控了 那么香港警察就有权利 用实弹来向这些违法者 就是他们眼中的违法者 实际上就是那些反送中运动的参与者 尤其是指那些年轻的参与者 勇武派的参与者 要向他们进行实弹射击 这就是说他们的暴力的程度 武力程度要进一步的升级 在过去几个月当中 香港警察过度使用暴力的例子 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无日不有 那么现在他们又进一步的威胁 说这个暴力还要再进一步的升级 在过去他们经常开枪 但是开枪的所用的子弹都不是实弹 而是催泪弹布袋弹 橡皮子弹 那么这些子弹 他们都是一般来讲是打不死人的 能把人打伤 打成重伤 但是打不死人的 现在他们要把这个武力的程度 暴力的程度再提升一级 他们想打死人了 他们说是要打死人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 那昨天有一个网友就在下面 在我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说一平兄 你分析一下 如果是真的他们开枪啊 用实弹开枪射击打死人了 这种情况下大家怎么办 那么我相信香港反送中阵营的 这些组织者 这些领导者 这些参与者 大家有很多人都已经想过这个问题 我也相信大家都已经找到了对策 那我在这里呢 只是想像那些还没有关注这个问题的人 要再把它提出来 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那更重要的是呢 要和大陆的民主运动的朋友 要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香港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将来大陆也要面对 而且我们将来大陆民主运动所面对的 这个警察的暴力 军队的暴力 这个政府官员的暴力 他们的程度要比现在我们在香港 看见的还要严重的多 那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么将来我们怎么办 现在呢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 一个我们观察学习分析的一个窗口 为我们将来的大陆民主运动 在积累经验 所以这个是问题啊 我也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那么先来看一看 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发表这么一篇声明 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动手 这个香港原佐级 香港警察原佐级协会啊 他们呢 不是一级政府机构 他们是类似于警察工会这样的一个组织 虽然那很庞大 成员有两万人 就是说绝大部分香港警察 都是隶属于这个组织的 但是他们没有权利 没有权利啊 来要警察开枪或者是不开枪 真正的决定开枪和不开枪的 那是香港的法律 是香港的管理警察的那些机构 那些这个高官 比如说香港警务处的处长 保安局的局长 还有特首林郑月娥 即使是这些人 他们平时可能有权利决定 但是这些人 在这场声势厚大的政治运动当中 在这场政治战当中 他们呢 也不是最高的决策者 甚至是他们都没有 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权利啊 来决定到底警察 硬被囊 会不会 需不需要用实弹来开枪 需不需要杀人 这个决策权呢 一定是 只是来自于中共中央的最高层 来自于习近平和他的那个小圈子 那么这个警察 袁左级协会发表这么一篇公开的声明 一定是受到了 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个授权 他们这么授权 到底意图何在 意欲何为 那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呢 就是嘘声恫吓 让香港人呢 告诉香港人 你们再闹下去 我就要开枪杀你们了 就要杀一锦百 让其他的人呢 知难而退 这是一种可能性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真正的 他们已经做好了安排 在十一之前 为了把这场运动平息下去 要用震慑性的 这种杀人的方法 让其他的这些参与者 让那些温和的参与者 不敢再走上街头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那么这两种可能性 到底哪一种 是他们真实的意图呢 我们现在 没有办法来确定 我们只能够是 另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的这些专制统治者 他们都是崇尚暴力的 尤其是中共 他们对暴力的崇尚 崇尚到了迷信的程度 他们的毛太祖 就曾经说过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确实他们这个政权 就是用暴力打过来的 抢过来的 而过去这七十年 他们也是用暴力 来维持这个政权的 如果是他们没有暴力 没有军队 没有警察 这个政权呢 我告诉大家 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很快就被老百姓推翻了 他们呢 是完全完全 依赖于暴力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这个人呢 这些决策者 他们就会在思维上面呢 形成一种定势 那一旦遇到了民众反抗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反应 就是要用暴力镇压 暴力呢 有两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就是大规模的 使用军队来进行血腥的屠杀 像八九年六四那样 那这个暴力的使用起来呀 并不是那么容易 并不是说谁想做就做 并不是说习近平 这个一拍老门子说杀 他就能够杀的 因为他要的这些条件呢 必须得全部具备 那么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军队 所有的军队都要听他的话 军队的意志要能够统一 完全听他指挥 那只要有一个师 甚至是一个女 甚至是一个团 甚至是一个连的军队啊 这个时候不听他的话 公开的反叛 是进行划辩 那个时候整个的政治局势啊 就有可能完全改观 这在过去曾经在历史上 在其他的国家曾经发生过多次 齐奥塞斯库不就是要军队 帮他镇压人民军队不干 一部分军队不干 反叛他了 结果最后啊 这部分军队就把齐奥塞斯库给枪毙了 这就是统治者他所面临的一个两难的处境 在使用大规模的暴力的时候 那么现在习近平跟八九年邓小平不一样 他没有办法完全掌控军队 对军队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说他没有可能在香港动用军队啊 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而且呢 香港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 他一大屠杀他就把香港的这个经济命脉完全缺断了 而这个香港的经济命脉也是中共的啊 包括中共权贵大家族的他们的经济命脉 所以说这个香港在香港进行 出动军队进行血腥大屠杀 会引起中共内部的斗争 会切断中共自己的这个生存资源 这个时候啊 他们是不可能 极少有可能调动军队对香港进行大屠杀的 除非习近平呢 这个时候彻底的疯掉了 但是我看呢 现在他还没有 仅仅是有一点痴呆而已 没有彻底的疯掉 所以这个情况啊 我们是不用考虑 暂时不用考虑 更低层级的暴力手段 就是在这个统治阶级的这个鹰犬爪牙里面呢 找到一批一小批啊 穷凶极恶者 让他们来对群众下毒手 小规模的进行屠杀 那这个使用起来啊 就方便的多 条件就少的多 而且呢可操作性强的多 那这个手段 对所有的专制统治者 当他们面对人群的反抗的时候啊 他们都会有莫大的诱惑性 98年的时候 印尼爆发了反对苏哈托 这个独裁者的这个运动 打头阵的是一批年轻的学生 苏哈托怎么对付他们呢 他并没有 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调集军队 而是啊 用他的这个安全部队秘密警察 来用狙击手来打击这些学生 一次就杀了六个学生 那么这些学生呢被打了之后啊 他们呢就退回到校园 苏哈托就在想这样呢 他就能够控制局面了他这样就能向反对派阵营呢 输送一个强烈的信号 就是说我是强人 我手上有枪 你们不要跟我印来 必须得听我的 这是他们呢 所有的这些靠暴力起家的这些统治者 他们的一个思维的定势 那2011年的时候 当埃及的茉莉花革命爆发了之后 总统布巴拉克他也用了这个手段 他那个时候调集军队 军队的很多高级将领已经不听他的了 那个时候啊 他还是派出他的这些忠于他的警察 狙击手向人群进行射击 那个时候好像就是随机的进行射击 打死几个人 他主要是要起到恐吓的震慑的作用 让很多人呢 一看见死人了 就知道哦 原来这个家伙是来真的 我们不能够跟他应聘 大家都退回去吧 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那么现在习近平 我相信他的脑子里面 每天也都在转动 到底用不用这一招 到底用不用这一招 那么这一招呢 极有可能 极有可能 现在他会用 他现在既然已经放出话来了 那么极有可能就会用 但是呢 大家也不要担心 因为在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爆发了之后 我们是完全有办法来阻止他用这一招的 而且呢还告诉大家即使是他用了这一招 也不会起作用 给大家讲刚才的两个例子 我还没讲完 98年的时候 苏哈图不是杀了六个学生吗 学生不是退回到自己的校园里面去了吗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说运动从此就销身立即了 他们是以退为进 退回到校园里面干什么呢 在校园里面向全社会向全世界来进行宣传鼓动 结果呢 就把印尼全社会的这个对苏哈图的这个憎恨 对苏哈图的愤怒 一下子调动起来了 社会各个阶层纷纷来支持学生 纷纷来支持 来反对苏哈图 结果呢 几天之后 五天之后 苏哈图就不得不下台 那个时候啊 苏哈图的军队即使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那些亲信的将领 都要背叛他 埃及2011年 结果呢 我相信很多现在香港的年轻人都都知道那一件事情 结果穆巴拉克最后也是啊 黯然下台被关在铁笼子里面受到了人民法庭的审判 这就是独裁者他使用暴力的最后的一个下场 趁着现在习近平还没有拿定主义 趁着他还没有走出这邪恶的一步 各个方面的人士 包括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参与者 包括世界各地的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人 包括中共体制内的那些反对习近平 同情香港的那些人 现在都要抓紧时间 向习近平政权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 就是暴力不仅不能够解决香港的问题 还会让香港的局势对他们更加不利 不仅仅是香港他们会失控 而且他们也有可能失去大陆政对大陆政权的控制 香港人民绝对不会因为被你们打死几个人 打死一批人就会啊 望而却步就会啊退出抗争 不会的 当一个运动发展到几百万人的规模 当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市民 都站在反送中阵营的时候 你们想用这种办法是恐吓不了任何人的 只会让香港人的同情心 让香港人的正义感 让全中国人的正义感 让全世界人的同情心 都站在反送中阵营这一边 这是没有用的 让他收到这个信息 香港人有的是办法 有的是办法 对付他们的小规模的暴力 我给大家举例的例子 就是可以进行全程台关游行 这个办法呢 当年2011年的时候 埃及茉莉花革命当中 埃及人就使用过 他们把那些被害的那些牺牲者 把他们装进了非常精美的这个棺材里面 所有的人 几万人 几十万人 在全程台关游行 激发出那些还没有参与运动的 那些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 让抗争的队伍进一步的扩大 把整个城市都变成了 一个哀兵的队伍 哀兵必胜 正义良知是埋藏在每一个人心中的 只不过是他们在专制体制下呀 这个已经休眠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用这种事件 就可以把他们内心的那种力量 给刺激出来 给激发出来 给唤醒 那种力量被唤醒的时候 那就是统治者的末日就到了 好 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